卡哈丁 那搬卡哈丁这把宋敏想玩什么东西啊 怕这个中单 感觉想玩法师啊 怕卡哈丁那种比较笨重的法师 可能想选希那拉或者妖姬 可能想选妖姬我感觉对吧 妖姬 妖姬配合这个阵容好像还行 是挺灵活的 瞎子 感觉现在踢那套的盲僧真的挺狠的 对 最近那个各种那种集体 秀啊 乱踢 这边看中上玩什么吧 改的吧可以妖姬啊 妖姬 左一 新德拉 嗯 估计就是三个里面出了 或者沙皇 那沙皇有点有点慢 这把前接可能还要快一点 左一 拿谁打万豪吧 凯南 凯南打万豪 凯南打万豪 也行 看团战效果了 前期的吧 不过这把老年倒是近战蛮多的 其实他们这四手都算是手比较短的 手短的英雄多 凯南就好发挥 这把凯南其实团战里面挺好发挥 对挺好发挥 那这边感觉 武朱要考虑换个虚弱了 这边就有一手瞎子稍微能限制下凯南 看一下中单玩谁吧 李桑卓 李桑卓在这个版本也是加强着他的Q型的法强收益 对 稍微少加强 对越来越多的人也喜欢用这个功能型的中单了 补一手稳定空 好两边的阵容是确定完毕 但是就像我们说的老干爹这个阵容手特别的短 如果说凯南这把是一个爆炸肥 那他团战其实对老年的阵容限制还是蛮大的 其实阵容方面我觉得苏宁阵容感觉好一点 不是两把囊都看好苏宁阵容 都看好苏宁阵容 但是老干爹打得好 他就是这么神奇 老干爹就是你不看好他的情况下他就爆发 对吧 这把畅思 他会不会考虑带个虚弱吧 因为这感觉还是需要一个虚弱的 甚至一下凯南是吧 嗯 现在虚弱这版本其实挺厉害的 嗯 现在有时候AD都考虑带虚弱了 后期单挑无敌 换了 这把我觉得苏宁阵容是挺脆的 你会觉得脆啊 那脆肯定脆 他这两把还挺极端的 一把是四个前排 一把是五前排 这把就顶贴了皇子三个前排 苏宁不乐意了呀 这把你看我给你肉起来 就是苏宁 哦 苏宁上马是这样想的 队友太肉了 我得出点 就没必要队友都那么肉了 但你倒是出输出种啊 出个绿甲是啥意思 然上马苏宁的出装 就惩战多回点血 如果能采访的话 可以回味 问一下他 当然你得赢一下 这场的话老汉宁现在还是一个1比0的领先 这场拿的阵容的话 我们是觉得苏宁一个阵容看起来蛮不错 这把老汉宁又要打前击节奏了 对比较脆 老汉宁这个阵容感觉 手比较短 但是很扎实 6G以后开始发力老汉宁这一套 你把6G以后冰里加盲 送一个中野 确实 看一下吧 老汉宁这把能不能继续上马的表现 其实老汉宁在这赛季 我就像你刚说的 就是拼乃的来到这个赛区以后 我感觉他特别能融入到赛区的风格里面 来晚了 这来早一点 说不定能拿到一个更高的巅峰 对吧 行吧看一下苏尼老汉宁的第二场比赛 两边马上进入招人士甲骨 哇 继续的复仇之毛 现在复仇之毛 确实还不错 就是3万人没了之后就是复仇之毛了 对还是挺好用的 刚刚赛线还看了微博不是 这版本其实卡莎是大加强了 你昨天有解说那个就是欧美的联赛吗 昨天没说 就他们说C9那个上单 不是也用了一把复仇之毛 还赢了 那这英雄感觉咱们赛区 其他人用还是要点两点 对也没人敢用反正这英雄 一级想搞是吧 这边卡个视野 但是已经被看到了 这把看中野吧 两边的中野 七周年加上校两年加你一辈子等于十全十 这有点太强行了吧 说实话这文案你给几分 十分呀 十全十美呀 一百分之是吧 你这个人说话就太恶多跟你说 我的我的这也别人辛苦想了 得罪太多人了 迟早要被封杀 注意啊送您这把看一下中野吧 两边的中野确实就是这把比赛的一个核心了 看两边的天赋情况 四个征服者 从日三个余阵 这边直接卡一下线 对只要卡线 让你 但是其实这边老大爷在演 我假装帮一下 其实这边 两边都在演吧 都在演 都是想让对方猜一下 他上路是真的帮了 就所以说你这下路演这一手可能 上路是刚刚帮了是吧 帮了帮了 我没注意到 那你演啥呀 一空了 嗯 这种就是以假乱真 对对吧 说不定我上路是在演的 假包 对吧 你也不知道到底谁谁才谁才是演员 可能两边都在假包 然后瞎的是独自solo 下路由于上线慢了 一级不太好抢向 前期应该是要囤比较多兵了 随时加厄飞刘兹之前 你兑现能力不用多说了 是的 厄飞刘兹人英雄感觉还得削弱 没什么不好打的 阿基先垫一趟 带了个训练固法 对这把是感觉面对凯南的时候压力太大了 你带征服着这些肯定是触发不了的 带一个能够 一般打远程都会带这个 对让你能够提升一些灵活度或者续航能力的一个天赋 加被动再加一个多兰顿吗 三回血 哎 这一棒有机会感觉 他那个也被骗了自己 骗了自己 看一下颤子这边一个先手 我感觉有了 直接杀垂石 这小小刚才放那个野妹他把自己骗了你知道吗 正好拼娜他在那个草丛里面蹲着等着呢 哇拼娜他这个打野路线 让舍舌这种经验丰富的打野都有点猜空了 而且这么看来一级这个演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哦他还在屁呢 也猜到了舍舌在哪里放眼了 刚才是应该是瞎的拼了一下 但我可能会把那个野反掉 看一下吧 现在这第一波撞完之后现在下路跑起来了 而且这个补刀啊 嗯 应该是有机第一波冰还没吃 对被压制了呀 中途这把安卓也是带着个进化 其实想抓中的话还不太好是吧 是的 打利桑卓吧 又捡了一个G2P8 哎呦 这什么运气啊 真命太好了 是 就你玩左一 不怕别的就怕捡不到好技能 是啊 桑菲来了反F6 四级 但这波颤死到了 这不敢反了 直接Q就能赶路了 这波是要去上的 但是被发现了 嗯 但好在自己也看见对面了 这波直接往下走了 不然浪费时间 这个视野皮纳腾应该是知道这边有眼的 也有很多啊 给Q哥的保护啊 这边直接查真眼了 能看到眼的话我就排了 没看到眼的话我就上路顺势来骚扰你一下 骚扰也是不留恋直接走 溜了 走位很好 上路 这波来也不会别的 就为了不让你抓 但是这么一看感觉 现在野区被骚扰反的有点难受啊 是的 自己家野区没东西了 骚扰的经验值是领先的 虾子虽然有一个一血 但是他的等级 目前是个大问题 落后了 要去下半区刷野了 嗯 得补充一下自己的经验了 骚扰这里很灵活 刚才是看见盲层去上了 立马去刷你F6 对啊 三级来控核线 这核线应该是能拿的 其实感觉骚扰这边选手 自从加入LPL之后 他对于野区 在野区的这种 换野区也好 反野也好 就有自己很深的理解 骚扰最猛的还是那个版本的 野怪刷的慢 雷克萨牙那个时候 就那会儿 男枪当着你一爬二爬面 对 就把我人看晕了 是 现在野怪刷的快了 前阶返阳路也其实 意义不是太大 往后影响就没那么大了 对 那么垫一套 现在补刀上凯南还是有领先的 小领先 小压值 嗯 要把万豪还是要等个六级 六级了之后 转披纳他过来看能不能帮忙一下 如果能披纳的先手踢的话 是很有机会击杀 太难的 这边一直开 没拉到 对 特别能过来想拉一下 主要水波也是想凝减压力吧 不然我这塔刀补的太难受了 上路压了十几刀 看第一条小龙的一个节奏了 两边这把应该还是下半区要打 但这把跟上把不同 是这把上路其实比较容易参与到这个战斗里面 是的 之前都是两个肉 前期不太好支援 不想理他 是 这把你一个凯南 我一个万豪六级后下路打起来 我可以考虑提提支援一波 按着这边又是身上带了一个火镜腰带 这让鱼可以感觉到很难受 不敢动 下路一波推过来的先 这段时间两边打也都没什么好的节奏了吧 看一下鱼可以六级之一波配合皮纳特能干些什么 其实皮纳特现在有点想去偷这个火龙 有点想 但是这个老干爹苏宁这边视野做的挺好的 一起移动都被苏宁所查取 过来排了好多眼 要来偷了感觉 先插一个眼 看一下 没有对方视野也没有着急 没着急再等一下 但这边骚风看到第一时间选动往上面去 他又想去团 对方的 外豪好像插眼了 我们看一下外豪刚才过来 没有 意识到了 知道了 知道骚风的位置 那这红没了 但是来的好像晚一点 这个红好像要被第一时间打掉了 直接闪现大 放回来 骚风差一次血 皮纳特坐了下去 凯南特闪现一点撞墙 但是好像没关系 被睡的 哎 挡了一下 鱼克这个挡很关键 这波很致命 两边的打野 这对这个红buff 产生了一系列的脚分 这波其实第一时间 皮纳特没意识到 没意识到 对 但是赖斯这边反应过来了 对 赖斯这波其实先手还是比较漂亮的 很漂亮的 赖斯今天状态还挺不错的 对 他这个闪现大招是差一点点啊 就配合队友秒掉了减分 但是 坎南来的 这个实际也很漂亮 但是现在打完之后 这边赖斯日子不好过了 对 他把闪现大招全用了 不过billbill刚才也是闪现 还撞了一下墙 对 刚才也不能说撞墙吧 电到了 电到了 目的打到了 好像撞不撞墙影响不大了 影响不大 嗯 这边帮鱼克拿下篮 看一下鱼克跟盲森的第一波节奏吧 两边其实前期节奏都还是比较稳的 哎哎哎 这个好伤啊 已经换线 已经换线了 苏妮这边节奏很快 苏妮在前期的节奏 总是先老房间一步啊 这直接没了呀 这而且刚才还单单个了 打了一个蓝buff 这一波非常转 对于苏妮来说 但是皮纳特哇这个吸不上来嘛 要考虑换一下资源了 嗯 这个龙要考虑打了 小五星风化龙 这样一个交换 其实感觉还是苏妮要转一点 对 第一个小五星风还是 主要现在小龙这个属性给太少了 其实前面小龙什么属性的话 也没人在乎 主要还是塔皮吧 反正塔皮现在对于这个队伍的影响力 哇 走位很漂亮啊 哎 这谁是直接闪现不杀了吗 呃 呃 有机会好吧 反正觉得是我坎南 意思的感觉 坎南没没闪现能跟 可能怕对面后面有人 坎南没闪没大 没关系吧 这边的话中间是拿到小五星风 然后老关键是拿到第一条的火龙 小五星风直接放 让换风 对吧还是宝AD 其实感觉换风在队队地位挺高的啊 那肯定高啊 这名选手感觉 小将 对 今年舞台很大 是 刚来苏宁也没多久 但是我觉得整体融入的还是不错的 挺照顾他的啊 六哥这边是轻一下F6 这把坎南的发育是很重要的 他的发育好与坏又直接影响着换风的输出环境啊 现在其实两边中野这几波是没有产生什么碰撞 对两边中野节奏都慢了下来 都很稳 现在都在刷 怎么都想团战去再再来做一个博弈吧 嗯 因为两边阵容确实中后期打的话 团战都有自己的胜点 都有的打只能说 对 一边就是看凯南 一边就是老玩家这边能不能有个好的先手 那老玩家这边开谁是一个问题 这把感觉还是要开换风 对其实他们开谁都能秒 他这个阵容爆发能力很强 再加上苏宁这边的人都比较脆 那现在发现一个事就是你只要带进化的话 打到中后期就打很舒服 是的 但是你没进化你就很难受 那现在进化配合这个灵光披风这个加速呀 这个中期打起团来这个效果太好了 嗯 哇我们看到凯南这边的这个萃取 还有60多刀 这把发育应该是挺好的 嗯 这样说的话 他这把也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吧 现在先把节奏慢下来我要刷自己的装备 装备刷出来之后的话 我再团战的发挥是很大的 因为这把却是老玩家的整个阵容 手都比较短很容易被铁男 被这个凯南就电到很多人 对 这把老干爹开团还是要三思一下 对就一定要找坎南不在 或者说坎南位置不好 直接瞄坎南的这种机会 如果一旦被坎南打一个成功的反手大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就会炸掉 其实这个时间点感觉老干爹是挺容易做事的 现在芒僧这个联动还没联动起来 睡到了 睡了一下 不敢上 芒僧这段时间是把等级也是补了起来 在这个河蟹 闯到了 EQ被莫言躲掉 稍分这个EQ 胆子很大 因为蛇蛇就在附近 队友来了 两边的AGC都在下路 在中路的话 两边都是野辅加中单 河蟹虽然没强到 但把视野是抢回来了 现在老干爹是丢了视野 中路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Yuki也不再敢继续推线了 感觉这段时间苏妮应该是想刷的 然后老干爹这边应该是想打一打 但打不起来 对面中路的进化动不了 对 就是不好找节奏 这个进化确实带的让Yuki很烦 来上路想包 上路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下车锅满血 看一下 先直接给大不管了 来够够 进一下 在这边能接到Q吗 不好接 只要BQ第一时间看出大的话 确实拼大他的连招不好连 还有第二套 下路也同时开干 看下这边的话送击是有人事的优势的 但是虽然别跑了 但是虽然别跑了 我的天呐 夸马这边还没死 能休息来 Oh my god 这边夸马是配合队友杀两个 再给强平抓 定住定住一个幻风 再给一个幻风 也要死了 有闪现能不能跑 可以追啊 这边鱼可以直接拿到幻风的人头 哎呦 这波下路月塔太糙了 进度一转过来 三分就直接没了 又想对对这个夸马做点啥 但是夸马这波依然是很很坚体 没有死掉 而且老干爹上路这波月塔 虽然没成功但没想到下路 下路就三个人打四个人是打赢了 上路不亮下路亮了啊 挺奇怪的 嗯本来是想看一下 我都没太看金刚在那波 看一下骚凡这波是 一时间定到了也睡到了 打第一时间就不应该再烧了呀 这个时候 这波EQ是被 狂马用闪锁了 我感觉这波就是蛇蛇跟那个 幻风都已经被逼出技能了 那遭风其实就没必要再上了 这波多通上可能一点没可能 对 后续这一下塔给打死了 哎呦 我就刚刚就在想 为什么冰女拿了人头 但是没看到她出手 对 还挺纳门的 一面一面攻击 这打完之后这炸锅了呀 下路狂马又起飞啊 而且Yuk也是两个头 这一波确实打的月塔有点太糟了 感觉等一下打团要看这边 丢丢了 看凯南了 丢丢还需要点时间 他的 装备有点差 要等这个矿刀爆了 其实包括他这种出装吧 其实都要等第二件鬼束出来 他才战斗力会更强一些 第一件出来只是为了让他在单线 或者说1v1的时候 有主动权 但是鬼束出来的话 他打团就很厉害了 这波绕到了野区 提前在下半区布好了视野 苏妮这边想打 想埋伏一手 但老汉妮人已经齐了呀 其实这一波老汉妮是有优势的呀 对 这个BiuBiu是没有闪现的 在这个位置 搔分 有说法吗 Yuk有调整两个人 Yuk这边进来 定了一下 但是这边的话直接交出自己的性能溜了 大招给了一下 打了一些血量 Yuk是有GP的 青龟晏宁其实效果还不错 把这边老汉妮的状态打开 但是老汉妮是可以接的 还有GP KRM落单了 KRM被闪 GP接过来宝 应该是来自己逼女的 又想开 电了一下 太坦能不能吸回来 勾了一下 KRM还要被秒了吗 KRM一个电 叫我有点要跑 大死了 拉到一个放 KRM也是被秒掉 两边的一个互换 AD换KRM 那这波放完之后 感觉都能接受啊 闪 追一下 又是一勾 勾死了 还能吃龙感觉 这波应该是可以吃龙 这波 这勾子是立功了 两勾很关键 是 射射这两勾 一勾是勾到一个没有闪现的KRM直接配合凯南 被秒了 这波感觉老干爹有点脱节 对 这位置 你知我知 人家都知道 主要第一时间KRM的位置确实太差了 是 脱节了呀 他跟队友是完全脱节 也只有鱼可能TP过来保一下他 诶 平纳特这一类道是想偷一下 不过 BQ不同意啊 科技枪的KRM这段时间EV1是很强的 硬偷 就硬偷 诶 对 这个先锋空下来 我觉得还是有节奏的 对 看这个先锋能不能把这个中路塔给撞下来 上路继续滑 凯南一个人有点怕 直接塑到二塔去了 是的 凯南这单身是没大闪闪 没人防守 诶 这个就中路门户大开啊 直接给小五先锋了 这先锋其实这样撞一下感觉都有点浪费 是的 这个小五先锋给的位置也不是特别好 但好在小五先锋 直接拿了 还是精力旺盛 也不怕睡 对 诶 说话怪怪的 怎么了 没啥问题吧 早感觉这个时候把这个小五先锋空下来 又帮自己的经济是补了一大波 又睡到了 安卓其实这几波睡一睡的还挺准的 诶 是的 但是安卓现在是没人头 伤害有点低就感觉 然后前期也没拿到什么人头 那两边应该又要发育一段时间了 就现在也不好断言下一波团队谁能打赢 因为都挺怪的感觉就是回合制 是 你赢一波我赢一波 但是在欧菲流斯两件套之前我觉得 老汉年还 特别是凯南的两件套之前 老汉年应该还是小优的 凯南现在要赶紧把自己这个矿刀给挖出来 但是凯南 欧菲流斯跟左翼一旦出到两件套之后的话 我觉得老汉年就不好打了 他这个阵容很容易就直接被 对面一波爆炸团直接是全部清平了 主要这把其实换风还要考虑出水银的一个问题 这把自己没带进化那后面肯定是要补水银的 哎 这个是点上蹲 再演 这边起包睡到 但睡的是一个冰女 冰女第一时间是有反手的 哎能反打 进一下大招想打拼娜的 拼娜这边是吃了几套技能 拼娜是直接被秒了 这拼娜也是 这又一个隧道的是 卡尔玛卡尔玛交伞 没人帮倒了 这样的话卡尔玛也死掉了 再捡一个伞 哎呦这波苏尼大获全胜呀 这一切 赖斯这个位置左扭右扭 但是被EQ到了 又是捡得闪一个碎 这边能换一个 但是暴进塔里是换掉了造风 赖斯能死吗 好像差一丝血 再一口帮他打 这个距离不太够 哎自己开一个秒秒 那感觉等死了呀 哎呦这波 这一波就是个眼啊 这个眼下蹲 害了老干爹 让苏尼是一杀三 对 有眼糙 确实 我赌我这波有赌的成分 但是我没赌过 这波确实不太应该啊 苏尼还是会演啊 对 这波假装 假装看不到 对 把骗过了这边老干爹 装AD也死了 那这一波的话 老干爹就很伤 现在看这一波 两个人在这边眼上蹲了好久 一个先手的睡 是 直接打团 如果你看我 我们反手虽然是 自己状态比较差 但是海南及时进场 哎你觉得余海这个大招 如果给自己有机会嘛 咱也没什么机会 换风也来了 这波苏尼职员太快了 是的 你站在我眼上蹲我的 如果你是苏尼敌 反应说 哎这有两个人 赶紧过来开他 只有两个移动的三百块 老干爹 出来第一件事 赶紧过来先插个真眼 把他眼踩了 哈哈哈 老干爹说不对劲啊 兄弟们 亡羊补狼啊 我感觉不对劲 呃 这太不对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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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Yuki开始带了 嗯 但是这把感觉还是不好说 说实话 我几次老干爹 打完了之后 我觉得场面上 其实也就是一个军事 两边经济摇得很死 是 但是随着时间的进行 那凯南跟厄菲流斯的装备起来 对于老干爹来说 他们团战的 受到的威胁 就越来越大了 对呀厄菲流斯现在很肥 补起来了装备 但主要现在凯南是很肥啊 三缸里面 凯南这个矿道还没爆呢 再蹲 这野区路过一个垂石 啊感觉老干爹直奔 要走了 对 万航不在 再包 这边第一时间没选择硬流 是的 留一个泰坦意不大 双C力度有点远 要留的话还是得留 但龙刷了又蹲 这波龙团两边都有得打呀 是 这波奥菲流斯两件套 但是老干爹 凭借这个阵容 他们肯定也不会让的 这波凯南是没闪的 我们看下两边的大招 应该都好差不多了 上线过来被勾了一下 冰里的技能应该是第一时间 要给蛇蛇了 蛇蛇要被卖 要被卖了 但是俄菲流斯打了一套 是说还不错 又被进场只达到一个 上大的赖子了 整个秒表 会不会立下伤害 这边虚弱给的很好 但是华峰输入位置有点好呀 这里华峰没人管了 费伦海一顿乱飞 还想留 再一个睡 没睡到 但是这个鞠枪是鞠到了 才能给他苦工 打下一个双C 跑掉摸眼溜一下 在赖子草里等候多死了 想换换风 有质量换不掉 死不掉呀 伤害已经不太够了 左翼拿到两个人头 还要追皮纳特 皮纳特小兵来了 赶紧摸一下小兵 这一波老人家打炸了 他们所有的技能 都交给蛇蛇 但是换风在后面 没人能挡他了 这第一时间 其实杀了蛇蛇 感觉别追就好了 是啊 后续追击是出问题了 这导致自己智容 稍有点脱节 嗯 那这一波打完 老玩家又回到了烈士了 这个厄菲流四这波真的起飞了 这一波拿到两个头 很舒服 主要这一波正好是厄菲流四很强势的一波啊 他刚出完这个飞风 对 现在AB装备这波是顶先的 这波 跑上马只有一个破败加个小黄差 虽然凯南第一时间大招没有给的特别好 但是厄菲流四 厄菲流四的输出 一直拿的魂马 再蹲 但这波感觉又是错失一点耐心 这波应该踢不死 这把也是实验鬼玩家很弱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一波很漂亮 第一时间可能也是教了自己的异技能 第一时间感觉挺稳的 一体也没开大 但是 万豪这个进场位置 让自己的队友有点跟不上 好 这个费六四 感觉这边老干爹 没必要再丢出去了 其实也去就行了 直接丢 其实五个人都能活 是 反而是丢出去一个 然后陆续把队友全部害死了 那就是这波可能人走了龙可能会丢 对 他们还是想赚的更多一些 但是不好打 前面送太多了 那两波就只能让人说苏宁打得好 是的 苏宁这现在几波打下来 六四开 经典六四开 那下一波你觉得老干爹会有机会吗 按照上一把的剧情啊 应该是有机会的 但是 常理来说 应该是越打苏宁这边的 恶菲六四是越难管 这英雄后期太恐怖了 对 这把老干爹其实 这种是不是很坦 没谁能碰得到他呀 你第一时间只要把技能交给皇子 凯南或者锤石 那恶菲六四就可以在后面无压力的打 自信啊 水银也不补了 直接一把大剑 那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狐狸呢 凯南再绕 但是绕了半天没没有什么收获 现在老干爹打团就是绕过所有人 把这个恶菲六四先宰了 上楼开始偷了 直接折镜的一个恶菲六四单偷掉一个二塔 感觉这么打下去老干爹不好处理了呀 而且这把感觉老干爹这个冰女加盲松这个组合 没有打出效果 没有什么配合 其实这两个人之间是没什么联动的 打到现在为止啊 这都是各自为战 嗯对 反正今天我感觉 赖斯这个点倒是打得不错 赖斯今天真的有一说一 是的 打得确实不错 几波处理啊 什么的都满满到位的 现在老干爹有点没节奏 看老干爹谁能站出来了 对等一下下一波的水龙 对等一下下一波的水龙 而且这把其实卡尔玛就跟上一把不一样 上一把对他有威胁的人其实不多 但这把对他有威胁的人有点多 有点多主要是这个凯南跟厄菲流斯 就凯南厄菲流斯就甚至左一其实对他威胁都挺大的 主要是他这把手短对面人都手太长了 而上一把其实他对面是四个进展 加一个维鲁斯 太笨了 对太笨重了 这老干爹现在做了视野之后看一下吧 能不能用视野让皮纳这边能踢一踢 这把也是一个经典水龙魂 待会左翼一拿老干爹也是 这把我感觉老干爹必须要去开这个沃菲流斯 对你不开沃菲流斯是赢不了的 而且甚至换风都没出水音 就这种情况下你是避开他的 对所以这个会不会成一个伏笔对吧 如果说Yuki有翼有闪有大的话 真的要配合盲森秒一波配合那个万豪 不过下一波水龙团应该是闪现好了 其实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因为老干爹这个之龙他们冲击力其实很强 你说下下一条是什么龙 经典水龙啊 这只能是水龙了呗 对啊 你这个人老喜欢给搭档挖克 你很危险 主要现在场面很干 最后就活跃一下气氛 让观众老爷们 我被活跃到了 但不能刷点东西 是解说是不是出问题了 那我现在应该回答啥 你在逗我 讨厌 你这个太讨厌了 哎太偷了 你面先试试伤害 哎伤害 但是大龙伤害也不低啊 这个时候你开这个龙好像没太大必要 这波就是试试手 呃 还是要看下一条水龙 下条水龙 我觉得是老关键可能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但是奥菲流斯这波爆炸三件套 嗯 如果说他没人管 那这波老关键是必炸 有无尽的 这波反战不开奥菲流斯 必须要秒他 必须要秒他 而且现在打龙速度有点快啊 这个现在折镜切出来了 这波是能偷龙的 可以的 嗯 坎南回家 他的鬼叔已经有了 先排演 再补过 什么散剑 现在老关键是不敢把所有人都扑到下半区的 选择让有TP的Yuki来 能不能抓一下这个坎南 讲道理这波龙团 哎但手手很机智啊 这波过来发现了老关键的想法 这波龙团我感觉苏妮的装备可太强了 不好接 好像被打了一套 放他有点差 赶紧吃个小水果 好难打呀 赶紧这波老关键 就真的只有一条道了 华山一条道把这个 奥菲律斯秒了 直接先行动龙 把你逼过来 这坎南这个位置爆炸呀 这坎南 没水银的 坎南从这里过来直接爆炸 闪线拉飞行没拉到 哎他没从这边走吗 看一下这里大招定了一下射射 又一个飞行打到了 坎南这边进来 但是被吸了 这波坎南有点干脏 哎再点放他下来 坎南这边秒了 再半号也被杀 两位上单一换一 一天不敌人盖住两个人 三分进来 但很灵魂 现在老关键的几个人的 状态太差了 但后续追击战感觉 索业有点无敌啊 闪现上来先杀运气 又给先倒 后续这边死亡判斤 是勾住了泰坦 哇 没人管幻空 跑龙里的宽马也跑不掉 根本没办法打呀 哎呦 这边各种勾 那这把就有点游戏结束了 就你没人管幻空 吃了太多技能了 是的 根本没法打 这波打完有点足远了 结束了 那再把大龙一吃嘛 看看这波有没有机会 五个人 四个人都活着 应该是有机会的 幻风还有TP 虽然没打着 是 这直接拿了呀 这只能看皮纳特 皮纳特 皮纳特在下落呢 这波一换四 加水龙加大龙 不知道这把书 你怎么输呀 这把这把真不知道怎么输 真不知道怎么输 这把真不知道怎么输 这把怎么输 我想写本书 可以 三个人直接文文的打掉 现在感觉 可以分带一手了 我觉得 但是分带的时候 可能会给机会 四千九 有点高的 还要把这波团灭 而且有水银了呀 这万无一失了 这波坎南接机场 我本来以为它是爆炸的 其实位置挺好的 他这边反应很快 是的 皮纳特反应很快 对 踢走了 他第一时间有点犹豫了 第二时间进场 皮纳特 但是目的达到了呀 对 只要能把团开起来 就随便打 或者说 他只要帮助幻风吸引下火力 幻风就无敌了 幻风这把也是没有辜负 华文这把打得好爽呀 教练的期望 欧菲流斯给你拿出来 效果全部都打出来了 是的 把一个欧菲流斯交在一个靠谱的AD的手上 那这个比赛就等于out to win 哪个不靠谱 不靠谱的还是有的呀 不能说是吧 对 就比如说 跟你很熟的那个 哈哈哈哈 算了算了 不能说不能说 对 这位置奔带一波 也很稳啊 直接让凯南来了 这位置中路垂时保一手左一 现在老干年想开的话也不好开啊 UK也没闪 LAS也没闪 这高地直接不要了吗 选择让王豪在上路单赛一个二塔 直接放一路高 这感觉放得有点太快了吧 你至少 不敢来手了 这一波了吧 感觉 左一跟垂时 在中路 中路消耗一下 没什么机会 赶紧跑 感觉跟队友会合一下 应该是有机会 等一下线 上路是被LAS带了一波 感觉LAS要回来了 再不回来两路都给了 还是说苏宁 还有一分钟了 感觉可以逼第二路啊 是 不着急 等这一波兵线过来 会不会LAS拆打速度 凯南是有TP的 这波兵线上高地 看有没有机会TP过来 可以威胁一下 而且换风现在双招有水 治疗好像还差一点 还不太轻 还没有直接交 这波感觉有点保守苏宁 其实有垂时在后面保护 感觉可以胆子大一点 皇子 对 但是有这个炮车 已经是耗了不少血 来了 想开 这位置想开 想找机会换风 登陆飞减了 这位置 但抱了一个空气水银解了 换风水银 很关键 是 鱼黑大招式给他自己 又开启一个金身 老板也要撤了 这边要卖了 这一波如果输了的话 真的可能会被一波吸了进去 保住太坦的命 赶紧跑 不要被一波 哎呦 换风水银闪现 这波操作反应很快 很关键啊 这感觉还是要被一波呀 这个大招还二十秒 两路超级金会合 现在只有四个人 而且大招都用的差不多了 勾到挑到 数字三连 卡南接大招 直接是秒掉了对方的野辅 万豪也倒了 华马一个人无力回天 被逼回了泉水 哎呦 哎呦 要跑不掉了呀 伴随着这一声惊雷 对吧 也是要结束了 那也是恭喜苏宁 嗯 追回一分 是的 这把比赛苏宁 投 呃 应该说几波小龙团吧 是慢慢的奠定胜局 没有犯上一把的一些错误 确实 在运营上面也是处理的 比较不错 而老冠家的话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这把就是 看着这个换风的装备 越出越好 包括左翼吧 其实这把安德尔也是打得很好 左翼跟那个 阿菲六次装备越来越好 老冠家也是觉得 翻翻无二了 主要是中路这个点一直突破不了 这把你这个兵女选出来 感觉没有什么作用 我觉得还是那一波太少了 下路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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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是那一波 我说草丛那一波 草丛两个人在那蹲 那一波被杀得好惨 哦 下路月塔那波是老人家打赢了 对啊 那波不是 那波两个人 那波赌博是赌失败了 对啊 这一把的话 你看安德尔跟幻风 又是双C闪耀 是 而且苏宁这把 不得不说舍舍这个勾 好吧 也很关键 反正苏宁这把 打学着五个人发挥都很好吧 没有给老人家太多的机会 从那波草丛 蹲 我就觉得苏宁那波 那波之后就越打越好 老人家那波我心态崩了呀 对 那波真的打心态了 我真的心态崩了 那波蹲了好久 然后被别人直接杀完了 嗯 不过没关系嘛 还有一局 老人家这个队伍 回到同一起跑线了 当然我们也是在聊老人家这个队伍 他们很少被2比0 或者说2比0别人 老人家就 他们这个队伍是 就是 就我去年也是了 经常去行中主场解说 我也经常去 他们总会一场爆发 对吧 总会不多不说 他们他们总会在一到两场 会爆发一下 然后嘛 又会 又会浪一下 开始暗示了是吧 开始暗示了是吧 是的呀 老人家就是一个很奇迷的队伍 所以1比1常态 好吧 这锅其实老人家 口尔玛操作起来了呀 操作了 这一波是被口尔玛操作了 闪现躲EQ 走位躲飞行 被修晕了 但随后这一波 就从这一波开始 我感觉老人家心态就有点崩了 老人家还是胆子大 我只能这么说 这一波在这里蹲 然后 主要这一波AD还死了 对 这波要是光死一个中野的话 这波这团了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直接被睡了 还想过来打的 你看他这个大刀吸的 对 这一波也是很伤 这波也是 这波感觉不追就好了 这波不追可以白杀一个補助 然后进来你看就脱节了已经 对 这波脱节了 主要是厄飞流斯呀 没人管他 他这边折近 这波有点亏 这波打完之后 厄飞流斯直接起来了 这波打完就直接炸了 直接起来了 这波是卡拿来两件套 厄飞流斯三件套那一波 打到这会儿其实已经很难了 没什么办法 这这把你看这把扫文肉不肉 肉 质疑我 是真的肉 你可以质疑我的想法 质疑我的思路 但你不能质疑我的坦度 这确实 这把确实肉 这把队伍里面 看只有他一个人能顶住了 好惨 最后一波我不看 这鞋就像那种 闪现水银 对 这波老干爹也没办法了 他知道不能这么拖 这么拖下去 其实也慢慢被耗死 还不如放出来 我打一波 那有点机会 确实得秒奥飞流斯 但那个时候奥飞流斯水银做出来 就真的没机会了 这把换风确实 胆大心细吧 而且安德的发挥也是特别的亮 最后我们换一下势力榜 拼纳的还是遥遥领先啊 最近拼纳的状态 确实吸引了很多的粉丝的关注跟支持 反正我挺喜欢的好吧 嗯 我也挺喜欢的呀 这种现在LPL打野圈都挺猛的 对 这把的前三名 应该是拼纳的换风跟夸马 谢谢各位粉丝爸爸的支持 嗯 这场打完两边都打到一个1比1 感觉下场老汪天可能就要 再换一种打法了 感觉其实这两场老汪天沿用的 应该是一种思路 老汪天现在节奏很快 你有没有看 就是我现在终于也找到节奏 然后帮我夸马起飞 是 对吧 然后上路稍微吸气盛点 拿个坦克什么的 但是这场打完之后不知道他们下一把 会不会换一个思路 就这把 可能是想给 先看一下这把 应该是安德尔吧 我觉得安德尔或者 安德尔 安德818 这拿到第四次MVT啊 安德尔 现在重新又稳坐中路之后 说实话 我一直是挺看好他的 就我真的 我上来一季我就经常说 就安德尔打上路有点浪费 确实 其实有一说一会 一直是很看好他的 啊 我一直是真的挺看好他的 你也看好 这巧了吗 这我们俩这会演十英雄啊 是 对吧 其实安德尔这名选手 他 他一直以来就加入LPL之后 他其实 英雄师手也很深 我只要看他其实分一直都挺高的 分很高 这个其实很关键 而且他确实之前转上单 我觉得是耽误了一些时间 是是是是 但是回归到中国之后 他的英雄池啊 包括他的稳定度很强 而且他那些冷门的英雄 有些你你不玩他还会玩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中单 比较难得的一个 他就各种类型的英雄都能驾驭 对吧 你稳的我也能沙黄 那种刺客是阿哈利什么的 我也能给你玩出花来 是的 很全能吧 好的我们收到消息 在老年下巴是选择一个蓝色方 我们稍微休息给大家带来两边的 BO3决胜局的较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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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